一尊玉冠音竟然惹来江湖斗争 太守府更是被人屠杀干净 原来玉冠音中竟然藏有关乎国家安危的秘密 这尊玉冠音竟然被以标局得到 从而引来杀身之祸 电影一开始 晴天白日朗朗乾坤 一群匪徒竟然进入太守府杀人 挟持林太守逼迫他交出玉冠音 就在这紧要关头 一位女侠带着两人赶来 女侠武功虽高但是也架不住贼人众多 随他而来的两人都负伤而亡 女侠拼命打走众贼人 这时身受重伤的林太守站起来 女侠自报身份 她是飞龙标局之女艳娘 林太守听到后 连忙让她扶着进屋 在墙壁的暗阁中拿出一个箱子和一封信 告知艳娘玉冠音乃是关乎国家安危 让艳娘务必保护好玉冠音 交代完后就重伤离世 艳娘连忙赶回家中 将林太守的事情告知父亲 并将信和玉冠音交给父亲 逃走的贼人回到蒙虎庄 将在太守府的事情告知他的大哥王天彪 原来蒙虎庄的人早已对玉冠音图谋不轨 蒙虎山庄的王天彪 让其金花师妹前去打探消息 金花夜里暗中找到 嫁入李飞龙家围妾的秀英 李天龙和女儿艳娘两人正在商议计划 结果都被藏在窗后的秀英听到 金龙得到秀英的消息后 连忙告知王天彪 于是众人开始设计抢夺玉冠音 第二日 李天龙刚走 蒙虎斋的人夜里就潜入飞龙标局 暗中将守卫杀死 两人更是潜入燕娘屋中 举刀就杀 但燕娘早已察觉直接跳起躲开 拿起挂在一旁的剑与两人交战 当燕娘杀出重围后 来到他二娘房中 发现他竟然和贼人一起 直接出手对付老二 可是燕娘武功不如对方 于是连忙跳窗逃出去 最后利用马拖住对方 最后骑马逃走 而此时的李天龙等人 也赶到了黑枣岭 刚进山谷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时地上突然出现网将众人拦住 几人连忙后退 发现后面也被人用火车拦住 等几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包围了 蒙虎山庄众人更是利用火箭放出毒烟 让马匹全部受到惊吓 而后贼人全部冲下来 与镖局之人厮杀 而李天龙更是被王天彪包围 一人武功再高也敌不过众人 而且更是中了毒烟 连连历劫 而玉观音也被王天彪抢走离开 就在李天龙危在旦夕的时候 出现一人拦住重贼人 一剑就将贼人的刀砍断 众人连忙逃走 来人是李天龙的侄子英杰 于是英杰将李天龙带走疗伤 两人刚走不久 燕娘就来到这里 发现镖局之人全部死去 而此时的蒙虎庄的众人 正在庆祝到手的玉观音 而秀英更是和蒙虎庄的老二狼狈为奸 想要斩草除根 杀掉逃走的燕娘 而此时的燕娘躲在云莱客栈 在房中和李懿的交谈 都被隔壁一人偷听倒 随后跟着燕娘来到饭店 而这时在饭馆中埋伏的人看到燕娘的到来 连忙靠近想要偷袭对方 被燕娘发现挡住 这时跟着燕娘身后的老人 也出手帮忙 暗中埋伏的人也连忙拿出刀将两人包围 随后燕娘将众人解决 追上逃走的金花 正要逼问对方时 这时一人突然出手拦住她 此人正是救下李天龙的英杰 这时老人出来对燕娘说她去追金花 而英杰和燕娘则出手交战 当两人见对拼时 英杰发现对方的剑和她同出一门 于是飞身退开询问燕娘 而燕娘也不多解释直接离开 而英杰则暗中跟随燕娘来到客栈 而此时的老者则追到猛虎庄 老者号称铁爪神军 硬闯进入 众山贼闻声赶去将老者包围 老者丝毫不慌张 连连将众人击退 更是空手接白刃 一掌将刀劈断 众人看到后不敢再阻止 老者大摇大摆的进入大厅 随后爆出自己姓名 铁爪神军王英 等王天彪出来后 竟然是拜见老者 原来王英居然是王天彪的师伯 两人谈话才知 王英也是为了御观音 但两人不知道御观音的秘密 于是两人密谋 将燕娘骗到山庄 夜晚王英找到燕娘 骗她明天一早去蒙虎庄 而两人的交谈也被英杰得知 于是第二天早上 也跟在两人身后 等燕娘进入山庄后 才知道自己被骗 等反应过来 已是被人包围 这时赵英杰连忙现身 但是燕娘却是中了机关 掉入地牢 更是深受迷药昏迷 而后蒙虎庄的二当家出手 对付赵英杰 赵英杰江湖号称快箭手 几个回合 二当家的衣服就被赵英杰划烂 二当家连忙退回去 王天标就要出手 但被王英出手拦住 王英走到赵英杰对面 并放话 对方只要能接她三掌 就放燕娘跟她离开 于是两人交手 赵英杰先出三箭 但都被王英飞身躲开 轮到王英出手 先是爪将她抓伤 第二爪赵英杰闲闲躲开 第三爪 对方更是将树给抓穿 赵英杰则连忙逃走 而众人则来到地牢 逼问燕娘玉冠音的秘密 见燕娘不说 王英直接使出分金错骨手逼问 并告知燕娘让其想通 不然就将她全身都分金错骨 而这赵英杰回到客栈 而李懿请来了李氏四侠来救燕娘 几人趁天黑来到蒙虎山庄 将王天标和王英引出 而后两人假装抢到玉冠音 而王英两人无暇思考真假 连忙追去 而这时赵英杰连忙翻身进院 不巧被巡查的老二发现 于是众人交手 赵英杰仅两三下 就将几个小贼杀光 而后连忙追上老二进入地牢 而王英两人追到破庙 和四人交战 刘十四侠虽在江湖有名气 但是对付铁爪神君就不够看了 将两人杀死 发现袋子中的不是玉冠音 连忙赶回去 而赵英杰则将地牢中的一众小贼杀死 随后控制金花和老二 让他将燕娘放出来 而这时王英两人也赶了回来 赵英杰和燕娘躲在暗处偷偷逃走 两人回到客栈将他的骨头接好 第二日李天龙的伤势回复来到客栈 几人相聚将玉冠音的秘密说出 原来玉冠音里藏着藩王的王爷要起兵叛变 把军情密函藏在玉冠音里 而王英就是发文王的手下 夜晚王英偷偷将玉冠音中的米韩拿走 第二日王英来到大殿 对王天彪表示不再插手了 王英刚走 赵英杰和燕娘带人来到蒙虎山庄 两人先将哨兵杀死 随后和下方的赵天龙会合 将一众山贼全部杀死 众人来到后院 赵天龙对付王天彪 其余人将众贼解决 老二眼看吃亏本想跳枪离开 直接被飞刀扎死 而此时燕娘也将众贼解决 众人将王天彪包围 抢回玉冠音 打开发现里面的密函不见了 这时王天彪才知道王英将他骗了 于是带着众人追上王英 之后王天彪直接找到王英 想要出手抢回密函 可是他的武功哪里敌得过王英 仅是两个回合就被王英一插扎中 王天彪临死前偷袭将王英扎伤 而后四人追上王英将他包围 四人连续跳跃将王英看得头晕眼花 躲在树后的刘氏兄弟想出手解决他 不料王英有准备 两掌就将刘氏兄弟打伤 这时李飞龙和王英交手也被打伤 燕娘和赵英杰连忙出现拦住王英 最后两人配合默契 等王英飞身时初见将他刺死 并在他身上找到密函 电影结束 燕娘由张英潘潘导演 由秦平宗华黄宗逊等人主演 电影中充满江湖快言愁和狭义之风 好了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一哟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好 好 谢谢大家